大家好,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港股一開始有上升 原因是昨晚美國聯邦處理局局長 顯示會有減息的可能性 所以昨晚在美國方面很多中國的股票都上升 因此帶動到今時的時期之中都會有上升勢 我們看看今天升的板塊大約三分之一左右 接下來就是 那麼多的板塊是主要升得多一點的 我們看看 所謂的其他,升了最多的其他就是因為第一隻 是升了3.5% 帶動到其他都可以 這其實就是很多的ETF 再其次下來就是人壽 一直都說,如果人壽股是向好的話 反映了A股市場其實是向好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投資起A股的股票 或者其他產品的 另外這個農業產品方面 也有表示是向好 這個我也覺得 大家的投資者需要多點留意一下農業的股票 因為 將來的三五七年 糧食的價格應該會上升 然後還有其他金融 就是這些都是水炒的東西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食物及飲料 食物及飲品中 今次的時鐘 龍夫山泉 因為老闆說要自己購買購的股票 所以因此就升了上去 但是也有一件事 中國方面有些是 運用食油的車 因為之前曾經問過煤油 未能清洗乾淨 運用食油 所以就被現在國內的有關機構 是嚴查的 因為這些都不是跟食油有關的 所以就有些可以好一點好了 再看回 這是旗子方面 旗子方面 就是因為今天是上升了 現在就是 跌下來 雖然是跌下來 不過大家一定要看看 它還是升的 因為我們昨天 細心看回 很多時之中 大家不要特別顏色 就是嚇到 今天現在 現在這個位 是17599 昨天 最高 即是收市價 17531 17531 和17599 當然是17599 高於17531 雖然這裡好像是陰燭 實際上 其實有個裂口 升 即是如果 現時價 和昨天的收市價 是有個 相對的上升 所以其實 應該來說 這支 應該是紅竹 楊竹 所以大家要有些分別 如果今天 去到收市 維持 這個上升 明天就有望 有望 上挑戰 保利加通道的宗族 是178 17901 這就是明天的如是如可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忘記說 其他板塊的股票 騰訊 是跌的 螢股基金 是 OK 美團 美團 是升的 百度 最多 元宗建設銀行 阿比亞迪 亦有升 阿里巴巴 也有升 好了 接下來 回來 看看 是有什麼 的股票 我們可以今天 去留意一下 今天留意到股票 可以有一個 長礦基劍 這幾天都有資金 吸納 好